大家好,我是不是闷 今天的视频是开箱我跟潇洒哥的交换礼物 潇洒哥是跟我在网上认识的 他因为入了手杖的坑 所以每一天我都在网上给他种草文具 估计害他花了不少钱 我们除了在网上聊文具之外 潇洒哥还是一个美妆博主 所以他也是会定期的po视频 现在我会在屏幕上给出潇洒哥的社交网站的一些账号 大家可以去关注他 他主要是做美妆 然后也会录一些他在美国生活的vlog 潇洒哥是一个非常热情开朗 直来直去大大咧咧的那种性格 我觉得看着挺好玩的 在vlog里面经常看到他一双颜值颇高的儿女 所以就会觉得仿佛在看一个人生名家 你知道吗 对了,这个视频的一开始我要讲一些话 所以画面是空低,需要弹幕大军的支援 好,讲回来 我们在网上聊很多关于文具 也聊很多关于视频制作 做up主的一些感想什么的 反正就是聊的很多 然后有一天我们就想说我们做一个交换礼物吧 你给我寄美妆 我给你寄文具 这种的交换礼物 然后这个idea就是一拍即合 我们都觉得就是出于私心觉得非常有意思 于是我们就开始准备给对方寄礼物什么的 那在正式开箱之前 我有几件事情要讲 因为其实潇洒哥现在已经录好了视频 我是后录视频的那个人 然后我们两个刚才又合计了一下 发现他有很多事情说漏了 所以现在由我来说这些事情 第一就是我们有设一个预算 是150美金 不包括了国际运费 但是我们两个都抄了 就是因为我们也看了蛮多交换礼物的视频 发现这样的视频蛮容易被dis 所以就是事先要在前面讲 就是我们私底下是很好关系的朋友 根本没有太在意 谁记得多谁记得少这件事情 那都是非常用心在准备的 所以就是不希望造成什么误会 不管收到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肯定都是非常高兴 非常满意的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包装 因为好像在这样的视频当中 包装会是非常大的一个看点 大家会觉得包装漂亮就非常用心 包装的朴实就是没有那么用心 那我们在包装之前就交流了这件事情 我们一致决定就是以摔不坏为前提 尽量用泡泡纸多包一下 不需要做很漂亮的包装 但是我后来有跟他讲就说 毕竟我是一个文具博主 还是有包袱你知道 所以我就给他有把两样包得漂亮一点 我说你还可以留下包装 做一做手杖什么的 那其实主要还是有包袱 完了又说大实话了 在最后一条是我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我并没有要转型 接下来我这个视频里面 我可能主要在聊美妆产品 因为他寄给我的主要都是美妆产品 但是我并没有说以后 要经常做美妆这个话题的视频 我肯定还是爱文具 会做文具方面的内容的 那我在美妆这方面 早几年还蛮关注 但是后来玩文具去了 就关注的比较少了 所以在这方面 我知识还是非常小白的 所以接下来视频里面 如果你们觉得我很蠢 很怎么样的 还是希望大家包涵 好了要说的话现在都说完了 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开箱了 超级激动 这是潇洒哥寄给我的盒子 开洗了 哇塞好激动啊 我不知道现在我拿到的是 那个底面还是正面 这样离镜头太近了 我先把它拿到旁边 我一个一个拿出来给大家看好了 因为箱子放在桌上的话不太好弄 这个是他说open me at the end 应该是他写给我的一个信 他说要在最后再打开 OK 这个熊的行风好可爱 好了 现在呢第一个拿到的是一个 kiss me的睫毛膏 它上面有写是 我很爱的mascara 不晕 知道你眼睛爱晕妆 试试这个 哎呦哦哦好贴心哦 就是我们两个 在他买 给我买这些礼物之前 我有跟他具体的聊 我是什么样的脸 什么样的眼睛 什么的 各种肤质什么的 我都有跟他讲 然后他有给我一个 不晕妆的睫毛膏 好开心 天哪 这个是baum库成的包装 他说你偶像包的美不美 猜猜是啥 不会吧 难道是黄铜吊牌 但是黄铜吊牌卖光了 就是baum库成是我非常喜欢的 LA的一家文具店 我有跟潇洒哥说 因为他住LA 我就说 他问我有没有什么 让他帮我带的 我就说baum库成有一个 The Superior Labor的黄铜牌子 我想要那个 但是他去的时候 我就说那个已经卖光了 然后我非常喜欢 baum库成里面的一个店员 在instagram上面 我有关注他 潇洒哥还去 就是去店里的时候 还有见到 见到那个女生 我记得说 那个黄铜吊牌卖光了呀 那这里面会是什么嘞 为什么 不是说卖光了吗 啊 居然买到了 超级开心 超级开心 这是The Superior Labor 和baum库成合作的 一个黄铜吊牌 我真的以为这个卖完了 我还想就以后 我再从他们家下单什么的 天哪 居然买到这个了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谢谢潇洒哥 就是他有跟我讲 他也有往里面塞一点 不是彩妆品的东西 哇塞 太高兴 潇洒哥好贴心 他全部都把这个 他写的小条放在面上 就是我不会错过这样子 我想想给他贴的条 好像都藏在各种 不是很显眼的地方 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到 然后他有给我写说 这个套组一个CC先用 再用BB 我一个干皮朋友巨爱 我想应该适合你 直接用手上就好 懒人神器有没有 这里面是一个BB霜 一个CC霜 他说先用CC再用BB 我潇洒哥真是太贴心了 还直接给我那个说明 使用方法都给我写了 不愧是美妆博主 太爱你了 这个叫Perfect Canvas Kit 很好 因为我有跟他讲 我是大干皮 所以他就说 这个特别适合干皮 太好了 我要赶紧去试试了 就今天在录这个视频之前 我有专门去好好的洗一个脸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毕竟是做美妆博主 寄给我的礼物的开箱 就好像不洗脸 就录的话 好像就是愧对它 我真是有病 然后是这样一包东西 看看里面都是些什么 哎呀我好开心 就是一次性收到那么多美妆品 其实我还是 真的是有一颗爱美妆的心的 但是我后来这两年 真的关注的比较少了 然后有很多 美国那边的 好买到的牌子 我这边 新西兰这边 真是什么都很难买的感觉 这个是他给我的一个自杀 我们这蛮火的药妆牌子 不知道你听过没 你那肯定不好买 这个牌子叫Physicians Formula 我这里真的没有 我不知道 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Blush 应该是一个腮红 我觉得 这个好香啊 这个有一种椰子味 有没有很热带风情的感觉 这个叫Butter Blush Butter Blush 哇塞 好酷啊 一录潇洒哥的视频 我口音都没过了 哦喜欢 这个粉质很细 喜欢喜欢喜欢 好好闻 其实我是想尽量少的 你知道试色什么的 因为我特别外行 然后这个是一个 也是一个腮红 看看 刷上会咸粉嫩的腮红哦 公主们 是的 肯定很适合我小公主啊 哇 这个包装 这个纸盒蛮好看的 看一下 哦 是这种 我觉得这个是 有一点暖暖的 珊瑚色的感觉的 看一下 好看好看 跟刚才那个就是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都蛮好看 很喜欢 我跟你们说 就是收到礼物 那个心情之雀跃 就是 根本 根本无所谓 礼物是文具还是美妆 就是 真的是非常的雀跃 lock it blocking powder 这个是一个粉 包装很美的定妆粉 你看我视频肯定懂 it's my favorite 当你告诉我 你不用粉定妆 I was like what 对 之前我有告诉他 我就说 我觉得底妆在我脸上 非常的不持久 然后他问我定不定妆 我说我不定妆 因为我觉得很干 然后他就说 I was like what 你居然不定妆 那你还想持久 哇 这个包装真的是美啊 这个牌子就叫lock it 包装真的非常好看 是一个火妻耶 朋友们 哇 然后他这个 你看粉铺上面都有印这个 哇 很期待用这个 看看潇洒哥 美妆博主给我推荐的定妆粉 是不是很深 然后 我想这是个眼影盘 哇 Urban Decay Ultimate Basics 我之前有给他拍 就是我常用的一些彩妆品 然后我有大概三个 Urban Decay的眼影盘 但是我没有这个 All Matte的眼影 我觉得会很适合你的眼型 试着突破自己 就是我有跟他讲说 我平时很少画眼睛 因为我就是 不会 我是个单眼皮 然后我就觉得 画在眼 那个眼妆画出来之后 就是没有那种 什么很特别的效果 反正 哇 这个眼影盘真的非常美耶 因为这个就是 全都是哑光的颜色 然后我现在发现 我很适合这种 暖色一点的 所以 就是最近跟潇洒哥 聊蛮多美妆的事情 所以我也 最近又比较勤的 开始化妆啊 研究什么的 哇 我是非常喜欢 Urban Decay家的眼影 我觉得 粉质太喜欢 然后包装也是极美的 哎 我想现在看视频的 可能有很多都是 那个化妆老鸟 我就不在你们面前 搬门弄斧了 就你们肯定都知道 这个牌子 我非常 哦 天哪 我太喜欢这个了 好 这一袋就拆完了 哈哈 看我拿到什么 这个盒子也太可爱了吧 是Sephora的一个 口红的套组 我蛮羡慕在美国 同学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觉得美国的Sephora 东西真的很好 很全 哦 先看看他写的 对于不太化眼妆的 你再多口红也不多 这个set一次可以 让你试很多口红 Your favorite 我有跟他讲 就是说彩妆里面 我最喜欢的就是口红 呃 我还有拍给他看一些 我的口红什么的 就是以防买重复了 呃 但是其实我买的口红 也就是一些 在新西兰比较好买的牌子 远没有美国能买到的 那么多 哇 这是我第一次 有那个Sephora的 这种套组 看它里面 也就是都是不同的牌子 Make Up Forever Tarts 然后有很多是这种 迷你小织妆的 你看 然后有一个 这个是full size 哇塞 Bite 我觉得我就不要 一个一个试了吧 这样视频会不会太长了 而且其实我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很不舍得 把每一个要打开试一下 哇 我好喜欢这个 我真的是 买口红 就是不嫌多的那种 我想大家应该也都试了 太喜欢了 我的天老爷 你们看我拿到什么 一套Oli Clip 让我很生气 But你很喜欢的company 你懂的 就是潇洒哥在帮我订这个 Oli Clip的过程当中 有跟 有就是店家 店家有做一些 不太地道的事情 让他很生气 那就是他给我订 看这个蓝色的 哇 看这个蓝色的 我的天哪 这是三个大号Clip 就是他看我的视频 我说我好像大号订少了 他就跑去给我订了一些文妈呀 谢谢小洒哥 看看这是什么 可以假装自己也已经来过LA了 配Bombkuchen一张 哇 我是很喜欢 星巴克这一套城市 这个主题的这套杯子 大家看一下 这是加州这一款 颜色搭配的好好看 然后里面是浅蓝色的 这个蓝色也太梦幻了吧 好喜欢这个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蛮喜欢买杯子的 就是要么是用来喝水 要么是用来放笔 就我桌上的笔 基本上都是在各种杯子里面 太高兴了 我要把这个放在我的桌上 就每天能看到那种 然后里面就放我喜欢的一些笔 太高兴了 我的collection里面又要多一个了 California 好 我把箱子底下的东西都捞出来了 就我们再一起来看看都是些什么 这个它有写是说很好用的口红 哇塞 我就是超级喜欢口红的 是这种笔的那种样式的 是这种转的 哇 这个颜色一看我就很喜欢 我现在觉得镜头上好像显红一点 它其实要再砖红的感觉一点 它其实要暗一点点比镜头上 哇塞 我喜欢它 然后我喜欢这个质地 非常creamy 我觉得 喜欢喜欢喜欢 继续 这个是什么呢 NARS口红 NARS 我有跟他讲我特别喜欢这个系列 就是NARS的 Velvet Matte Lip Pencil 这两个颜色我爆炸爱 就是这个色是那个 没关系是爱情啊 里面那个谁擦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呀 那个演员 一下想不起来了 就是他把那个颜色带火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系列的口红 真的非常喜欢 天 我太喜欢这个颜色了 为什么这种 一盒里面就一两个的 我就舍得 是刚才那一大盒的 我就不舍得 天哪 我太喜欢了 然后镜头上都有一点显亮 食物看都要暗一点点 我超喜欢的 我发现我就是喜欢各种 豆沙 砖红 姨妈 各种色 哎呀 可能我也没有什么色不喜欢吧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觉得会很适合你的粉底 去帮你要的sample 很保湿 牌子在这里 Supernatural 这是一个粉底的小样 回头我去试一下 太好了 我就是 对于各种适合大干皮的东西 都非常感兴趣 这是我特意为你定做的special gift 不是闷的火鸡印章 What cue你video里演示一下 What 这是他给我定做的火鸡印章 What 天哪 天哪 哇 这是拿出来之后 我的天哪 这是 写的我的名字不是闷 What 这个木头手感特别好 我自己的火鸡印章 我等一下就来印一个 先把接下来看完 这个是一个小房子的tea filter 这个很可爱 这个装茶包的这样一个小房子 就可以把茶叶茶包什么的 放在这个小房子里面 然后下面它还有一个底座 很可爱吧 它上面还写了tea 这个是tivana这个牌子的茶吧 应该是 它写说 我个人最爱的tivana茶的味道 不知道你爱买这个牌子 希望你喜欢 肯定会爱这个牌子 因为是你选的呀 但是其实我这边没有这个牌子卖 所以我没试过 我很期待耶 我发现潇洒哥有送我杯子茶和那个小房子 可以一套 一会儿就喝一下 喝一下之后再把那个杯子拿来装笔 装笔 What 我帮你印的Balm Couchon 才有的印章哦 可以假装已来过 哈哈 撕下来贴手帐上 哦 我真的非常喜欢 LA的Balm Couchon那个店 它有帮我印印章 哇塞 印了好多 潇洒哥为什么你都没有印费的 就每一个都印的非常完美 我一定要撕下来一贴手帐的 天呐 我一定要去一下Balm Couchon 这个太棒了吧 你印的很完美 是你印的 还是我偶像印的 请问 天呐 太喜欢了 谢谢潇洒哥这么用心哦 这是什么 这是大创胡买的 我自己也有 有些图还OK 可以撕下来玩 主要垫箱子 我妈呀 又讲大实话了 主要用来垫箱子好吧 但是我蛮喜欢这个服饰会的风格的 但是这是什么东西呢 就里面的图案是这样子的 每一个我都很喜欢哎 但是这是什么呢 新西兰也有大创 但是在奥克兰有 我这边没有 我还蛮喜欢逛大创的 其实 哦 就是这样的一张一张的纸 哦 这个好看的 好看的 非常好看 不是有的图案还可以 是每一个图案都很可以哎 哇 这个非常好看 我喜欢 我喜欢 你这个垫箱子的选择很好 很好 再来看看这个吧 这个是另一种风格 看看里面 哇潇洒哥好棒 什么都有给我来一点 我应该也给你塞一点 新西兰才买得到的彩妆什么的 可是我忘了 哎 哇 这个很好看的 哦 我喜欢这个 超好看的 我喜欢这种风格的 我觉得好像仓夫的一个胶带哦 天哪 我喜欢垫箱子的这个潇洒哥 太棒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开始那封信吧 好 终于可以拆开这个了 他有给我说 他写给我的那封信是用打印的 因为他觉得他的字 他小学就出国了 他说他的字写的不好看 他怕我看不懂 哈哈 哦 真的是打印的 我感觉 妈呀 这么多文字 我先自己看一下 你每天都跟我聊天 你还有这么多话要跟我讲哦 亲爱的妹妹很高兴认识你 其实我想过写字给你的无奈 我的字实在太丑 还是决定打出来 你可能比较看得懂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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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的 谢谢你教会啊 我那么多和手掌和画画有关的事情 我能keep住这份对于写写画画的passion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我知道 在那么远的另一边 就有那么一个人默默坚持了两年 真的就从画扎变成现在的大神 天哪 你太抬拒我了 你总是说自己不是大神 但是在我们这些画扎的心里 你能因为兴趣爱好 并且没有真正系统的去学过 就能画成现在这样 真的很厉害啊 谢谢潇洒哥 其实正是因为这样 我想follow你的人 很多跟我一样总觉得自己不行 但是因为你反而在自己的身上看到了 希望 哇塞好感人哦 第一次真正的想要去尝试 努力的画好第一幅画 你都不晓得你的例行夸 对我来说有多鼓励 记得以前在一本书上看到 没有人喜欢被批评 夸奖是让人前进的动力之类的吧 我想的 我想你的粉丝喜欢你大多 也是因为你这份善良 善良哎 Ladies and gentlemen 就算我们画的真的很烂 你也会回复 不会啊 我看得懂啊 画画不就是为了自己爽吗 之类的话 就算我真的画的 你看不懂你也会鼓励我 那么多大师画 抽象一下就火了 下一个就是你 我真的有讲这么歪的话吗 小大哥 其实你真的是一个 让人很暖心的人 虽然你外表 酷死冷漠如 酷死冷漠如冰山 但内心似火一点就着 天呐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突然闻风转了 好了 我的语文水平也就这样了 这次给你买东西 都是本着你会用得到 和你买不到 这两点来准备的 所以眼妆只给你 准备了睫毛膏 因为你说你平时 不怎么画眼妆 眼线那些 对 我有跟他讲 我平时都不怎么画 但是现在你给了我 眼影盘跟睫毛膏 我还是要努力画一下 下面是突如其来的清单 为什么突如其来 哦 他就是 每一个都要跟我写一下 是什么 哦 刚才那个粉 是开放地的 我没有看到 那上面有写牌子 是开放地的 定妆粉 不管你用不用手上 都要有一支不错的 哈哈 我跟他讲文具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用这个口吻 然后下面我就不一一 给大家念了 因为我要 我要试一下那个火漆 真的太棒了 潇洒哥给我选的东西 真的是太棒了 搞一个绿色 一个银色好了 我喜欢 好 开始 大家没想到吧 开箱一个那个 彩妆品 然后里面突然 来一段表演火漆 我还没有具体 跟潇洒哥聊 我送给他的东西 不知道他 是不是都用得上 希望他也都喜欢 哇 这是最终的效果 就是一圈 旁边是一圈花环 然后中间是写的 不是闷 这个字体也漂亮 天哪 我这个没有 把整个花环印全 但是我非常喜欢 天哪 谢谢潇洒哥 所有的礼物 我都觉得特别实用 特别喜欢 而且真的是 我这里买不到 太谢谢潇洒哥了 那这次的视频 就先到这里 不知道剪出来 会有多长 我觉得我自己讲的蛮长的 因为礼物真的很丰富 特别开心 这次能跟潇洒哥 做这样一个 比较与众不同的 礼物交换 然后收到这么多 又非常喜欢 又非常有意义的礼物 希望你也会喜欢 我借给你的礼物 也希望看视频的你呢 能感受到 我的这份开心 嘿嘿 好啦 就先说这么多 我要去再仔细玩一玩 他寄给我的 这些好东西了 拜拜咯